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昨天我在IG做了一個小投票 看看大家想看開箱片還是比較片 大部份人都選了開箱 所以我今天就趕快拍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留意菜妝新聞的話 應該不難發現上星期Hermes他們第一次出的化妝品就是唇膏 所以我自己也衝了去買 然後就擁有了我第一次的橙色袋 以及我的橙色小盒子 讓大家欣賞一下這個盒子 它超可愛的,很小的 在開箱之前,不如我講一下購物經驗 我覺得也挺新奇有趣的 在巴黎和意大利其實我也有過Hermes 但是香港就是第一次的 但是感受是很不同的 因為你是打算買唇膏的 平時Dior或者Chanel那些買唇膏 都會去他們買美妝的Counter或者店舖買 你不會去他們買袋子買一支唇膏或者粉餅 但是今次你真的要去他們買袋子 我會去買美妝飾物的一間Hermes去買這次的唇膏 我是在中環店買,它是分兩層的 唇膏就放在一入門口右邊就是了 當時下午12點半大約有10個人圍著那個櫃 然後是需要登記的 我想因為現在人潮比較多 所以看到它就想管制一下 不想每 urge人檢查到櫃 所以要登記電話 它就會叫我在附近逛逛 或者在店舖走逛 收到短訊之後 就去唇膏部 就專門有個職員服務的了 其實很常常的 買唇膏都是一個選擇顏色 試試質地試是顏色 然後給錢 說完購物經驗,我們重點來開箱 這個盒子是這樣移出來 裡面還有一個麻布袋,塞著唇膏 麻布袋裡面就是唇膏本印 這個位置真的是金屬,不是膠 因為很有重量,但上面真的是膠 唇膏頂上有他們的標誌 整件事馬上超級大 打開它是磁石的,是白色這個位置打開 是很有質感的一件事 唇膏本印,好像是第一次開箱 我已經扭到最盡了,上面就黑了牌子的名字 好怕斷了,先收起來 唇膏黑白配色代表它是平常版本,不是限量版 限量版是材色的配色 但當日我去到時,限量版只剩下一個深紫紅色 不是日常用到的唇膏我就不特別去買了 而且再貴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普通版 這次推出的唇膏分了兩個質地 一個是霧面,另一個是SATIN 我試上手就覺得SATIN這個真的順滑非常多 霧面都漂亮的,但我覺得比較乾 所以希望我會比較用得到 因為都很貴 所以就買了這個SATIN 而且我買的色號是36號色的 這次我買的顏色比較偏螢光橙紅色 其實大家看不看到它有輕微的光澤 我也是第一次把它塗上嘴上 那種顏色就沒有剛才上手的時候 好像那麼螢光的 因為上到嘴上不算很厚實,很實色 所以用手指推一推開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入常的顏色 唇膏本身是沒有任何的香味的 這件事我也蠻驚訝 因為通常這些品牌都會加了一些類似香水的味道 但是它沒有 它也蠻一貫品牌的風格 它是很輕盈的 在嘴上非常舒服 沒有任何負擔感 你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貴苦,很有質感呢? 我又未知於覺得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正常,一個尊貴唇膏的表現 不會說很修飾唇紋 然後遮蓋唇色的能力大約是七成至八成左右 嗶一嗶,這些唇膏都放了很多在手上 所以它不是那些防沾染的唇膏 它的持久力我也是第一次塗的 所以暫時都未知,但不會太大太大期望 因為它也尚算是一個有一點潤感的唇膏 它不是霧面保持在嘴上的 所以真的要有待觀察 我自己覺得它最優勝的地方 當然就是品牌本身 還有它的配色 因為我那天試上手 很多顏色其實都不差 真的挺漂亮 而且是挺有質感的顏色 就算是這些比較活潑鮮艷的顏色 你塗上嘴上也不會覺得是廉價的顏色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但就未至於去到神仙級的唇膏 我想它本身都應該不是A-Mac做一支無人能級的唇膏 好,那最後跟大家說一說價錢 拿回一張單看看 買唇膏的單都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超有質感的 這是什麼? 啊! 原來它本身還有一個盒子嗎? 對,本身在店裡其實還有這個盒子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唇膏不是限量版 只是普通版的價格就是575元 是貴的 但是呢,在Hermes來說我只是負擔得起買這支唇膏 那如果限量版的話 我沒有記錯就是620元 那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專門店那裡看看買一下體驗一下 好啦,那基本就跟大家來了這個Hermes的唇膏開箱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六,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